歷經十年新建的北藝中心 將會在七月正式啟用 八月開幕 原來開幕前夕 會從三月到五月期間 來進行試營運 並陸續開放 三座劇場 這包含了 非常特別的酬劇場 三座傀儡高台上 影出者們 穿戴著神奇 冰狼西施 木帶人偶 等各種台灣的文化元素舞動 色色表演讓人看了目目轉睛 關於臺北 志林燕市附近的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 日估今年七月正式啟用 八月開幕 那在開幕前夕 北藝中心找來很多優秀團隊 要在三月到五月期間試營運 進來看一看北藝中心 這個全新的場館 他給大家的印象的力量是什麼 就像那麼漂亮的酬劇場 其實在台灣真的手去抑止 一個劇場不能只是我們自己好 而是要帶動周遭 我們跟北藝戲劇中心這麼近 跟兩廳院都是要將來有很多合作的可能性 在二零一二年動工的北藝中心 他的十年新建路可以說是命運多舛 碰上營造公司倒閉 照標流標 追加預算等多次的考驗 直到現在才終於要完工 在市營運期間 北藝中心都會陸續開放三座劇場 包含容納一千五百人的大劇院 八百系的藍盒子實驗劇場 還有可以容納八百人 從戶外看過去就非常明顯的球劇場 針對設備 動線 服務流程等內容進行測試 期許這個國際級的表演場館啟用 更加順利並帶動地方發展 記者 討厭中廣的新新聞報導